我们主机有分两部分 一个是粗料 一个是尾价 我们是先装粗料 先装粗料 先拆 先拆掉 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是固定粗料 然后粗料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最好 这台孔 这边也是一样 最好孔 然后把螺丝上锦 上锦后 因为粗料要链条带动的 后面在这里装链条 打开这个盖子 打开膝盖 然后把链条倒出来 一个小的链条 六的链条 好 先把这个卡扣 先把有一个卡扣 这两头 随机一边有卡扣的 先把卡扣取出来 这样 一切卡扣就出来了 拿过去 这一边 卡扣拿出来了 然后从这边洞 从这个洞挂进去 拿出这一头 拿出这一头 这个头以后 挂上去这个齿轮上面 这变轮 变轮 变轮 得错了 变轮 挂上去变轮 然后到这边 然后到这边 这个链条 两条 里面的这一条 是挂在这两个齿轮 这两个齿轮 这个齿轮的底下 这一条就挂到这个齿轮的上 这个就这样 啊齿轮 链的 好 外面这一条 放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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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这一条 在顶上 放到这边 这样 慢慢的 放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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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真的 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这现在算不算合适 我感觉 然后挂到排 这里这个 主动练 这里是带动 橱料 然后挂上去 把这个链扣 扣回去 这三组 三个组 三个组 三组 让它踩过 踩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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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 拿这个圆 然后这个卡 这个卡 这个卡 用钳子 压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把那个链扣过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 锁紧的话 如果太松的话 可以用这个条 松开 里面有螺丝 然后松开 它要 往下压一下 那就很紧 现在的 肢体重 差不多是这样子 然后 你感觉它 松开 你可以松开 松开这两个螺丝 然后往下压 再锁紧 它就很紧 这个叫张紧等等 出料 部分就安装完毕了 就是 然后到下一步 fast 小薄